今天有一个房地产相关的这个新闻 说是北京房地产下行周期的这一年 买家就是卖家进入最卑微的这个时期 买家上来就砍100万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编说 那个卖家进入了这个最卑微的这个时期 他这个房东即便他不是炒房客 那么他在北京又这么一套房子 应该也算是有钱人了吧 他怎么就变得这么卑微的呢 他如果觉得这个卖房子这个事情这么卑微的话 那就干脆就不用卖了 就放着吧 放着不用卖了 之前那些买房的人掏空六个钱包 他们难道不卑微不可怜 难道他们就是活该当约那头 之前那个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 然后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 特别是农村 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在农村生活的这种经历 你在农村你买不起房子 你的村你的街坊邻居或者说你的亲戚都都嘲笑你 就是给这种穷人带来这种自卑感 他们就老想着去奋斗去用这么一套房子 他们很多人都是 大部分都是想要得到这套房子 必须套空六个钱包抢上去 他们但是在这种时代病友下 没有媒体去报道他们说是他们怎么可怜怎么可怜 只是当时只是报道这个经济怎么心情效忍怎么好 房地产市场怎么怎么好 房价一直上涨 没有人关注到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窮货 但是这两年房地产才刚开始下行 好像那个 这个房东好像就坐不住了 感觉要吃亏了 把他们都描述从这种可怜之人 我不知道他们可怜 可怜在哪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去说 来了这个小编 他本身也是一个有房子的人 今年的北京的政策就是9月份来说 他就一个现房不现房不现购政策 很多都是这种需求 主要是因为那种刚需那种需要那个换房的那种刚需 比如说他之前在北京有一套房子 但是他的居住体验不好 比如说是那种老破小 他有这个换房的需求 但是他在北京已经拥有了一套房子了 那么他就得 相当于是第二套就换有更高的这个利息 所以他还买不起 但是出了这个政策之后 他就有这个能力去买 但是有这个能力去买的情况下 他必须把他现在的这个房子给出手给卖掉 所以尴尬的就地方就在这 好多那个业主兄弟都在说 换房不再换在这个政策 就是说终于可以把现在的房子给卖出去了 相当于是有人接盘了 但是实际情况下 这个挂牌量是激增的 挂牌量激增 很多买房的人看到挂牌量激增 可能就买的没那么 不不那么着急了 因为他们可以去挑挑尖尖 所以实际的情况可能会没有那么好吧 你不管是你有这个需求 但是你起码得再把这个房子卖出去吧 但是很多中介也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给那个房东说 怎么给他们说了 就是说你先可以把这个房子预定下 就要10%的这个定金 等到你把房子卖出去的时候 然后接着把剩余的交起也好 但是后面有房东说 但是后面有人就在反映 这个房子如果卖不出去呢 然后就发现这个也是一个套路吧 然后这个中介就 给房东劝房东说 咱们就是说 现在房地产市场不好 你可以把你原来的房子 再稍微降一下价格 所以他这个套路的点就在于 你既然已经交了10%的这个定金 然后你他又同时贯充你这个市场不景气 你就慢慢的就会降下去 所以这个和冲进来的套路还是蛮多的 中介在买家和卖家 相当于给你加了一道一道评论 让这个信息更加的一个模糊 希望未来可以像咸鱼这样 买家和卖家可以直接进行沟通 这样大家相当于是都都赚了 然后买家也赚了 然后是卖家也赚了 就相当于是没有中介在中介这么 经济中介这种不对现的这种信息了